蒙菲嫁到是北京乐阳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星迪家影视有限公司 YouTube、长江文化、上午会家、东伦传媒 嘉言传媒联合出品的古装喜剧 由邹吉成指导 甘威监制 金晨、汪东成领先主演 该剧主要讲述了蒙菲部蒙女皇上温柔 两人在一路斗志斗勇的过程中相恋的故事 随唐持期康成与史大夫的女儿伯蒙 进宫后为了躲避宫廷是非 也不愿意自己的姻缘命运被他人安排左右 一辈子一步黄泉过日子 一直都已装病躲避事情 在后宫中相继认识了聪明伶俐的严亲严妃 爱哭爱之爱皇上的举婉婉屈贫 以及武功高强出自江门的萧贵人 几个人性情相投 成为之交好友 皇上应不欲使多次批评谏言 决定找不欲使的女儿不蒙出气 随着与不蒙越来越多的接触 反被他与众不同的个性所吸引 开始有意无意的制造接触机会 但是不蒙比之唯恐不及 直到一次偶尔的微服出 供两人成为了朋友 不蒙也逐渐发现了皇上身上的很多优点 也深深地爱上了皇上 决定为了爱情放弃自己的执念 不蒙演员京城康城玉士代步的女儿不蒙 进宫后为了躲避宫廷是碑 也不愿以自己的姻缘命运被他人安排左右 一辈子依不黄泉过日子 一直都以装并躲避事情 温柔演员汪东城赴黑暖男的皇上 皇上应不欲使多次批评谏言 决定找不欲使的女儿不蒙出气 随着与不蒙越来越多的接触 反对他与众不同的个性所吸引 开始有意无意的制造接触机会 言清演员夏亿瑶 聪明伶俐的颜飞 曲玩玩演员 韩九诺爱哭爱之爱皇上的屈贫 萧贵人演员米娜 武功高强出自江门的萧贵人 不约演员陈德修不蒙的哥哥 人帅最剑的大将军 刘景言演员刘冠林后宫 F4之一蔡太贤演员刘魏孙后宫大厨 与何契良等四人组成后宫F4 一扇访首席玉厨蔡太贤是个热心肠 并且十分哀凑热闹 比起烧菜更喜欢赚钱 何蒙飞等众娘娘一起各种搞事情 是一个敏感善良有些胆小的周年光棍儿 何契良演员张海宇后宫F4之一 因而演员汤孟家不蒙贴身衙患 自有跟在不蒙身边 两人情同姐妹 古灵精怪灵牙利齿的他偶尔还有点毒蛇 跟随不蒙入宫后 化身鬼马盟友 助攻对人两不误 小白演员李嘉文性格精灵古怪 被宫内的众嫔妃认为是皇上宠爱的斗鸡 换围的鸡精 和宫内的嫔妃们打成一片 然而 这个突然出现在宫廷里 在后宫掀起波兰的鸡精身份 就真的那么简单吗 他进入后宫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朴利基演员沈瑶高丽公主 衣柜人演员翟琳衣柜人 爱皇上爱到无法自拔 每日吟诗作对 触景生情 默默流泪 令人惊声惋惜之情 但其心情来得快 走得也快 陈渊喜演员池宁宁女将军 春平演员杨韵琪 颜妃贴身衙套 他心地善良 大蒙可爱 做事又透着古灵精怪 面对芳华公私人宫斗生活 不仅为官 还时常参与 与蒙飞 颜飞 燕儿组成最强联盟 2017年众多古装IP大剧竞争激烈 电视剧《蒙飞驾倒独树一帜》 启用曲未原创剧本 打造精品古装喜剧 该剧主要讲述了蒙飞部 蒙女皇上温柔 两人在一路斗志斗勇的过程中相恋的故事 曾出演《无心法师》《女衣名飞传》 《青秋湖传说》等多部热播剧的金晨 将顶立丹刚剧中的芳华公主位 出演《不蒙一角》 与其以往塑造的形象不同 此次金晨将要挑战的蒙飞 是一个机灵古怪 花样百出的人物 而男主角傅黑暖男温柔 则由汪东城饰演 他将刷新在《恶作剧之吻》 《终极一般》等经典台剧中热血少年的大众印象 突破性尝试古装造型 首次出演古装男主 这一栋移境的组合将联手演绎一出精彩分成的宫斗戏 此外 蒙飞驾到还汇集了夏依瑶 杭九诺 米娜 汤孟佳 沈瑶等一众新锐演员 其幕后团队更是启用了顶级配置 曾指导 十月围城 新水谷传 金钟月飞等作品的邹吉成担任该剧导演 美术指导陈浩中也曾亲情加盟过 真穷船 米月串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电视剧 而造型设计被打造过 真穷船 如意串 米月串 赵氏过儿等作品造型的陈童勋 有如此高水准的制作团队为其保驾护堂 相信电视剧 蒙飞驾导一定会为90后 00后等年轻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视听盛宴 谢谢观看 欢迎订阅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